好 接下来要告诉您棒球界四年一度的经典赛 明天即将在台中市洲际棒球场展开 中华队首战对上澳洲队 总教练谢长亨认为很有胜算 而公共电视也将全程转播这场比赛 已是台中洲际棒球场地主队中华队 要把握赛前的最后机会 熟悉球场环境 投手和打击手也在场上练习 要找回球感 有了大联盟等级的王牌投手 王建民和郭洪志加入 还有旅日球员回来效力 不论是打货投 中华队都很有信心 但是上两届的经典赛 首轮就被刷下的耻辱 这回首战澳洲队球员不敢大意 大家的事情就是非常专注在明天的比赛 昨天以前状况非常差 昨天以前 今天就没有去想这问题 因为明天就要比赛 恰恰彭正敏谈到与旅美旅日球员的默契 认为团队气氛和谐 磨合气短 这些都有助于中华队战斗力的提升 面对劲敌 中华队总教练谢长恒指出 澳洲投手战力加 但内野默契有待加强 可能左右战局的胜负 荷兰队打击优于投手 实力与澳洲不相上下 总教练表示 中华队打击上所有的棒次都有长打能力 旅美日的投手有球数上的限制 策略上要运用得宜 3月2号经典赛在台中洲际棒球场开打 中华队拥有主场优势 目标先拼近八强 而从3月2号到3月20号 公式HD频道也会全程转播 让国人可以一同为中华队加油 继续继续 台中报道